大家好啊 这个吃饱了喝足了了啊 酒足了饭饱了啊 这个 跟大家说一个温馨小贴士啊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藏红花 就是做这个海鲜饭 为什么那个饭粒 都是金黄金黄的呀 而且那个收汁那么饱满 那么的入味 那么的香甜呢 主要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只有0.375克 这个就是藏红花 藏红花就是煮饭的时候 就把这个藏红花就捏这么一小撮 这么这么一点点啊 手指的盖这么大一点 往里头放 就起这么大的作用 藏红花呀 它实际上不是原产地于西藏 很多人这个望闻生意 以为西藏 这个东西元代 就从波斯一带 从伊朗高原传到中国来的 元代有一本书啊 叫回回药方 这个回回药方是用阿拉伯文 或者波斯文写的 然后呢 当时翻译成叫红白巴哈满 红白巴哈满 就是红白莲花 也就是藏红花 这个翻译这本书的人 宋老爷子 宋献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 是我的一个望年交 老爷子七日多了 住五颗松 最近北京疫情比较紧张 他们家是301医院那个路口 再往西 马路南 那个塔楼里边住 老爷子是吉林长春人 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的 那应该是培养军事谍报人员的 后来他转到社科院系统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 总参和社科院 他们有很多 还都是两口子 两口子 一般都是男的是五官 总参二部的 或者是三部搞情报的 然后这个女的在社科院 反正他们都是搞情报 也都算是搞研究的 基本上都是一码事啊 藏红花非常好 这个0.375克 大概在超市卖两个欧元吧 人民币16块钱左右啊 好了 这个吃的东西咱们就不聊了 再给大家看看这个酒啊 没喝两口啊 这个里边有水果 有这个橙子 有苹果切成块 还有什么来着 苹果橙子 还有一种叫 叫什么来着 柠檬 对 然后配上这个葡萄酒 有的时候呢 觉得不够甜 再往里边放点白糖 啊 Sugar啊 西班牙语叫A sugar 英语叫Sugar 这个不聊了 跟大家聊了什么呢 聊聊 1967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啊 现在大家 这两天中印边界 是一个热点话题啊 大家总是说啊 这个62年的中印冲突 那是一次大的 之后67年又打了一次啊 67年又打了一次 来瓶水 喝点水啊 Agua 1967年 中印边界冲突 是中印历史上第二次啊 当然那个西藏和印度 也打过好几次 那个单说啊 就是中国和印度第二次 发生在67年的9月和10月 地点呢 就是当时作为 印度的半殖民地 他所谓的保护国的西金王国 和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 后来西藏 后来西金变成了印度的一个邦 西金的王被印度人软禁了 75年 他正式被吞并 西金啊 一直过了28年到03年 中国才勉勉强强的同意 但是中国承认啊 03年承认西金被吞并 是希望在其他方面 获得印度的一个妥协和让步吧 这个是桌面下的交易啊 但是最终 是否达成了这种妥协和默契 我们不得而知啊 当时的中央军委 六七年的 那就是文革的第二年 刚刚进入文革啊 中国正在乱当中 中央军委对边防军 有不打第一枪 这么一个指示 我特别反感这个不打第一枪 你不打第一枪 人家打第一枪 你有的人就会让人打死 对吧 你的一些士兵和军官 就是因为这种 你为什么不打第一枪呢 你不打第一枪 你又不是永远不开枪 第一枪和第二枪 有差吗 台湾话叫有差 大陆叫有差别吗 是吧 有什么差异啊 你不还得跟人打吗 你不如 对吧 既然决心要打 又又跟着死要面子 活受罪 又跟着玩这种表面上的套路 你何必呢 是吧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多此一举 何必呢 要叫我说 既然打 就第一次 就狠狠的打 就伏击他 对吧 给他包饺子 给他装一个口袋阵里 要不然你就别打呀 你要当君子 你要当大善人 那你把整个中国给他都行啊 你既然又是寸土必争 那你何必呢 是吧 中国人是不是中国的文化里边有这种受虐者的心态呢 总是把自己描绘成受虐 然后我们是被迫的 总是这种 我不明白 反正我觉得这还是中国文化里边的根本性的缺陷 要叫我 要叫我 我跟你就打 就在四年前吧 我在北京有人欠我钱 然后那天我就觉得那小子不是东西 他刚跟我这翻吃 没一秒钟我就扑过去了 就跟他动手了 就跟他滚起来了 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 对方二十出头 但是我就考虑了顶多一秒钟 我马上就扑过去 跟他撕打在一块 为什么 这里边有心理的 有体力的 有气势的 有战略的 战术的 有各方面的多重考虑 但是我这脑子就高速运转 一秒钟 我直接扑过去 他刚想跟我出言不逊 刚说了一句话 我马上就扑过去跟他干 事实证明 对了 后来他怕我了 他没想到 我一个四十多的 敢跟他一个二十来岁的 而且那小伙子有一米八多大个 最起码一米八吧 而且还当兵出身 我不怕他 我跟他干 对吧 人就有这种气势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中国人总是退让 918 东三省丢了 卢沟桥 华北丢了 松户抗战 几个日本的浪人 几个臭流氓 是吧 几个东北话叫地赖子 几个无赖 脱皮无赖 上海话叫白象人 北京话叫片汤玩闹 让他们给欺负了 对吧 从一开始 我就不给你机会 横人 都是怂人灌出来的 脑袋上我们长悬 一个悬横 俩悬拧 撒悬打架 不要命 四个悬打架 抄板凳 对吧 狭路相逢勇者胜 得有这气势 为什么印度人 不断的蚕食你的边界啊 不断的 过去62年那次也是啊 不断的把他那个堡垒线 把他那攻势往你这边推进啊 都后来都推进到你后方去了 一开始就不给他机会 同时不要讲这种所谓的什么江湖的假人假意的道义 这是他妈骗人的 你看日本了没有 有一点我非常佩服日本 为了打赢 不择手段 1941年12月6号偷袭珍珠港 如果他提前给了美国人消息 他能诈尘那么多艘美国军舰吗 炸死了将近三千个美国兵吗 美国人在头半年 给吓得够呛 缓 缓了半天才缓过来 你以为他不怕吗 对吧 为什么打了四年 三年多吧 42年一整年 43年一整年 44年一整年 到45年的8月 打了三年零八九个月 为什么最后还保留了天皇 还不是被日本人这种玩命 这种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上拉下马 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种精神 北京话叫我跟你喝门了 喝门了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玩命 打不过你 我也跟你拼 对吧 所以美国人是有点害怕了 投鼠忌器 他也考虑杀敌一千 奸敌一千 自损八百 所以为什么美国扔两颗原子弹 就在扔两颗原子弹之后 美国人还是同意保留了天皇制 为什么今天日本的 所谓的军国主义的复活 为什么日本人不给东亚 这些受害国道歉呢 还是你怂啊 你一再的忍让退让 都打到你们家来了 都进你们家门了 都上你们家抗了 都要强奸你老婆了 都要杀你爹杀你妈了 还跟着忍 你忍什么忍 是吧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是吧 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对不对 这叫什么 台湾话叫七门踏户 然后广东福建 好像也有这句话 七门踏户 都到你们家 进了你们家的门户 门户 你门户都开放了 门户都洞开了 你毫无自保能力了 所以对什么中国这个真 他妈狗屁 中央军委对守军不打第一枪 不打第一枪 你的军人就可能首先 被对方偷袭 被对方开枪打死你的人 这就是假人假意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的文化里边 就是这种假人假意 人格分裂 然后又说 不打第一枪 然后又说 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 绝不示弱 绝不吃亏 这就是矛盾的 你不示弱 不吃亏 你又不打第一枪 你怎么实现 就是中国的很多东西 什么党八股也好 八股文也好 儒家也好 这里边很多东西 他是拧个的 拧着个的 拧巴的 扭曲的 变态的 分裂的 而且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然后他说 中国军队对中西边界 中国西津边界的冲突的原则是 人员不能越境 你不越境 人家早就越境了 你凭什么被他欺负啊 你比他少长 是吧 他也两条腿 俩哥呗 你不跟他一样吗 他也是人 你也是人 然后又说子弹 炮弹 也不能打到邻国土地上 他怎么能打你 你为什么不能打他呀 还说这个 还不能主动向印度境内的炮兵射击 但遇到对方向我们射击 坚决反击 这都是 这都什么屁话 然后他说62年 印度战败后 加强扩军步伐 陆军人数扩了一倍 组建了七个山地师 部署到北部边界防备中国 63年 解放军在东西两段后撤 现在好多人说 好多人说 说那个必须后撤 说这个后勤补给跟不上 大雪封山 那1949年之前 小米加步枪 都能打败了八百万的蒋匪军 当然啊 蒋匪军是 是中国政府的说法啊 不见得是我这么说的 是吧 但是中国政府是不这么宣传的 三大战役 八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打败 是吧 被消灭 被俘虏 起义 投诚 改编 整编 是吧 淮海战役 是吧 你不是小米加步枪吗 你老百姓推着小车 给你运送给养 西藏怎么就不能做到呢 对吗 当然62年之前 三年大饥荒 三年自然灾害 饿死了几千万人 如果你不这么瞎折腾 你不自己把自己的国力损耗 你会有这个结果吗 对不对 还东西两段都后撤 你打到那去了 你为什么要撤 死了那么多人 你还要撤 日本人有句话 城 指的是城池 也代表着战争当中 占领的 夺取的 获取的土地 他说城 是用剑射出来的 射剑 就是战斗 就是杀戮 就是杀人 对吧 你杀别人 别人杀你 你是通过流血牺牲 获取的土地 是吧 革命先烈 你凭什么要撤回来 你就不应该撤回来 你技术上 你人力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 面积世界第三或第四 你凭什么撤回来 然后说了啊 说这个东西两段都后撤了 实行脱离接触政策 隔离政策 那还是你怂了 人家一直追着你 黏着你 要跟你拼 要抢你的土地 对吧 你躲起来了 然后说中国军队 中印军队 直接接触的地段 仅限于中国和西津的边界 这个大概叫中段 西津 中国和不丹 三国交界 印军 在西津王国 驻扎了两三个山地师 两个到三个 然后有一个叫 春胚河谷 春天的春 这个 曹批 曹批 曹批的批 春批河谷 位于西藏的亚东县 西津王国和不丹王国的交叉点 三国交界啊 然后有两个主要通道 一个叫奶堆拉山口 奶堆拉知名度比较高啊 very very famous 还有一个叫泽里拉山口 这个奶堆拉山口 中印两国的士兵 相隔啊 双方的攻势 二十米到三十米 这是四千公里长的 整个中印边界 两军对峙 距离最近的地方 中国在北 印度在南 六三年开始 六二年刚刚大规模打了一次 六三年 两军在春胚 河谷多次小规模冲突 中国指责印军挑衅 在奶堆拉山口多次越界 移动戒碑 修筑攻势 架射电话 印度的战斗机还侵入了西藏的康巴宗和亚东侦察 康巴是藏族的一个部落 一个分支 藏族分三大支 康巴宗 宗就是县 西藏的县就叫宗 然后六七年的8月23号起 解放军PLA 开始在奶堆拉山口挖战壕 印度是六三年 隔了四年 中国隐忍了 忍气吞声了四年 到六七年8月13号才开始挖战壕 印度呢 他就认为有一些战壕已经修到了西津 就到他那边了 要求中国撤军 中国不理 然后印度越界 沿奶堆拉山口的山脊 山脊啊 就是分水岭 这个拉铁丝网 8月18日强行架设 20号 中国士兵带武器 啊 带着枪 严密监视 多次警告 他还是不理 然后到下一个月 到9月7号 印军啊 沿奶堆拉山口的南部 架设另一条铁丝网 中国的指挥官啊 这个军官带着人赶到要求他停止 双方冲突 然后印印度军队用匕首或者是刺刀刺伤中国士兵两名 然后印度的高层啊 应该是他的总理府 总理 应该不是他的军队 应该是他政府的最高层 决定 要对中国动武了 然后呢 他的领导层 印度军队的领导层啊 应该叫参谋长联系会议吧 他这体制有点像印 有点像英国或者美国 这个命令部队 从奶堆拉山口到塞布拉的通道中间段 再架设一条铁丝网 等于是三道铁丝网来防备中国 然后就到了六七年的九月十一号啊 九一一 九一一啊 这是这个本拉登袭击这个纽约的日子啊 这个六七年九月十一号清晨七点半 印度山地步兵第112旅 一个连 一个连多少人呢 110人 中国军队一个连的编制 大概120人 但是南方和北方不一样 部署在中国北方的解放军 每一个连 要比部署在南方的多两个人啊 当然看你什么兵种 步兵的兵种可能120多人 然后在一个忠孝营长忠孝营长的指挥下 从103阵地沿公路进至山口马尼干附近 马尼干是什么意思 西藏有很多马尼堆 这个马尼堆就是在一个山口或者一个分界的地儿 或者一个显著的地儿用石头堆 它有很多功能 这个马尼堆 马尼堆上面那个树的那个杆子叫马尼干 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蒙古地区 内外蒙古地区的叫敖包 敖包也叫厄伯 你看内蒙古有个地名叫白云厄伯 出西土矿 不管是马尼堆 还是敖包 还是厄伯 它起很多作用 比如说祭祀 比如说指路 比如说分界 比如说可以休息 比如说可以清点人数 它有很多功能 这个然后分别从南北南北向南边和北边两个方向逼近乃堆拉山口的中国哨所 中国军队发出警告 然后在8.07分 印度军队首先开枪并投掷手榴弹 向印军喊话的你看还喊话 他逼近你了拿着枪来的你就打他 中国的连长叫李延成当场死亡 然后有6个士兵受伤 解放军反击 反击7分钟战斗就结束了 应该是从8.07打到8.14 击毙印军67人 用40火箭筒 那会儿中国军队一个标准的配备的这个装备就是40火箭筒 摧毁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7处攻势 然后到8点15分 过了8分钟啊 印度军队败逃 开始后撤 解放军没有出境追击 没追过去 但是你看 打死了印度军队67个人 他一个连是110人 打死67个人 等于是消灭了他60%的 60%的有声力量 但是解放军 他就说连长牺牲了六个战士受伤 这是一开始 后来的在这7分钟的战斗中 解放军肯定还有伤亡 然后这上面就不提了 就不提了啊 然后呢 印度有个炮兵第17旅 开始 大规模的炮击 他就是报复性的炮击 然后经过中央军委批准 其实这个你看 还是应该放权 你就给当时现场的战地指挥官 只要给他规定一个大原则 他挑衅 你就可以反击他 还要经过中央军委 层层的这个命令在下达 有的时候战机都给待误了 战机都延误了 然后呢 中国炮兵第308团 组织30多门82迫击炮 这个82是口径啊 还有120迫击炮 120的口径应该比82的大 可能是轻型迫击炮和重型迫击炮的 支分啊 然后历时这个战斗可就时间长了 打了四天三夜 应该是911开始 911 912 913 914 打到914号应该 最后摧毁了印度军队 八个炮兵阵地 两个指挥所 两个观察所 和23处攻势 及两辆汽车 避伤印度军队540余人 打死打伤140余人 一般啊 根据我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啊 这个在战争当中 一般的战斗 这个死和伤的比例是1比3 就是死一个伤三个 他这个说540余人 我们按540算 基本上打死印度军队 135人 打伤405人啊 大概 我说的是大概 1比3 死伤比 然后呢 印度军队13号 13号22点 13号夜里 停止炮击了 然后解放军又上报的到中央 周恩来指示啊 周恩来你别看都管他叫周总理 其实他很长时间 他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 还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但是对外宣传的时候 一般就说他是周总理啊 周恩来在军界也很有影响力 说敌人不打炮了 我也停止射击 然后14号隔天的14点46分 下午2点46分 中国也不打了 就是印度先停的 中国又打了16个小时 零46分钟 将近17个小时多半天 这次作战 印军共伤亡607人 还是没说中国死多少人 反正我们总是赢 我们总是赢 反正朝鲜战争 韩战 据说美军死亡了5万多 但是说志愿军伤亡了97万 97万一共往朝鲜 他后来是轮战 一个军一个军轮流去 说派了150多万人 然后如果97万的话 那是多大的比例呢 是吧 那是64% 六成多 将近三分之二的人 阵亡或者负伤 如果按照我的估算 死亡和受伤的比是1比3 那志愿军至少死了25万左右 那么受伤了有72万左右 那美军如果是5万多 志愿军是25万 那是1比5 有人说还不止 当然我们得不到确切数字 都是估算的啊 那么说印军死了 死伤啊 607人 然后 印度军队打着白旗 到中国境内 就是中国控制的地域啊 地盘 来那个 接受 接受 中国军队 移交给他们的 印度军队的尸体和武器弹药 这中国就不对了 尸体可以让他拉回去 武器弹药是我们缴汇的 你凭什么还给他 你是死了这么多人 才缴获的战利品 这还是假仁假义 我讨厌这种做法 就不给你 对吧 你看二战 德国失败之后 波兰人怎么对付德国人的 让你滚蛋 让你的领土给我一部分 当然苏联也占了波兰一部分 走的时候 就让你拿很少的一点的东西 很多财物给你没收 走的时候还在你屁股上踢一脚 对吧 你得羞辱他 你一点都不羞辱 拿他当大爷 你看看日本投降之后 中国人怎么对待日本战俘的 现在日本人 他从骨子里调得起你吗 我并不是仇恨日本人 我是恨我们中国人自己软弱 对外人好 欺负自己人 然后说中国亚东 边防部队的广播员 叫任志逊 和西藏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的 边防科的马景然 这是一个对两口子 或者是男女朋友 他们俩牺牲了 那你想想一个广播员都牺牲了 然后一个边防科的军官也牺牲了 叫任志逊和马景然 想想 是吧 是这个名字 那普通士兵死了多少呢 不提了 其实没有什么比人更重要的 是吧 任何一次战争或者自然灾害 战争 边境冲突 洪水 地震 是吧 我们要公布死亡人的姓名 这才是尊重人 你看看美国华盛顿 华盛顿DC 月战纪念墙 韩战纪念墙 所有的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 这个是九月份啊 从九月十一号打到了九月 九月十四号吧 四天左右 然后到下一个月 到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是中国国庆日 下午一点二十分 印度军队库尔卡连队 库尔卡 尼泊尔人啊 使弯刀的 他这个连队不是营连团那个连队 联合的连队 他这个连队我认为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 第七营 一个排长率七个士兵 手持库尔卡弯刀 侵入泽里拉山口 另外一个山口啊 中国一侧 304号地区 中国军队警告 库尔卡兵 还要绑架中国士兵出境 要把中国兵抢走 当成他们的俘虏 中国官兵抢出战友 将库尔卡排长推出边界 你看中国总是忍让 走吧走吧 你别在我国内闹事就行 库尔卡兵向中国兵射击 当场打死打伤各一人 伤一人 亡一人 印度的炮兵还用51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 向中国境内射击 这件事是从11点20分开始的 到11点58分 这个解放军还击 全部击毙了这8个印度兵 库尔卡兵 然后12点中国炮兵开炮 中国炮兵开炮 这个毕伤印度军队195人 摧毁了攻势29处 然后印度军队当天晚上19点55分 停止炮击 就是从上午11点多到晚上19点多 其实印度军队一直在开枪开炮 然后呢 等于他停了 中国总是被动 你不打我 我就守着 你打我 还让你先开枪 你先打我 我再还手 然后你停了 我也停 你看从这表述就能看出来 这上次说 印度军队当天晚上19点55分 停止炮击 没说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 是吧 当然在边界上 有的时候双方也克制 不然的话大打 然后解放军 说又避伤印度军队 又打死打伤607人 你看这数字怎么那么接近呢 那怎么说 9月份这次也是607啊 那就是两次一共607 两次 这个文字也有错误 很多文字也不严谨啊 他上的也有错误 应该是9月 10月两次冲突 中国军队打死打伤 印度军队607人 这数字也不准 因为你也没到印度境内去看 然后轻击枪一挺 冲锋枪九挺 步枪16支 以及其他物资 就是没说我们自己死多少人啊 好了 这咳嗽不好意思 我觉得就是要向日本学 打你的时候就要出其不意 是吧 而且不能一再的忍让 不能犯怂 那样灌出毛病来了 这些无赖 这些阿三 就是找着中国人的规律的 觉得中国人好欺负 其实我在海外 我在西班牙 也遇到过个别老外向我挑衅的 我没有一次忍让 我都怼回去 你骂我 我就骂你 我还没遇到过敢打我的啊 有有一个黑人 他骂我 他找茬 其实我也听不懂他骂我是什么 但是我也指着他骂 我就给他怼回去 而且有的老外 也有的以为我不懂西班牙语 我去消费 多收我钱 这样的 我都把钱拿回来 我都要回来 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好欺负 我们不是挑衅 我们也不是没素质 我们也不是不文明 但是不能灌他们的毛病